大家好,欢迎收看时事评论 当地时间20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在总统府办公室会见了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哈尼亚 他们就当前加沙地带的局势 实现两国方案途径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这次是自去年10月7日 新一轮巴尔冲突爆发以来 埃尔多安与哈马斯领导人的首次会议 路透社21日就说 这次闭门会议时长超过两个半小时 对于这次会议 以色列方面就说 将会对加沙地带的局势产生重要的影响 据路透社的报道 土耳其总统府20日在会见之后发表声明 就称双方在会议中讨论了如何确保向加沙地带提供 充分和不间断的人道主义援助 以及实现该地区持久和平等问题 埃尔多安在会议中表示 土耳其将会继续通过外交努力 让国际社会持续关注巴勒斯坦人遭受的迫害 并利用一切的机会呼吁结束冲突 实现永久的停火 埃尔多安就说 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是实现地区永久和平的关键 土耳其将会继续向巴勒斯坦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埃尔多安还敦促巴勒斯坦人要团结起来 说对以色列最有力的回应 就是巴勒斯坦人的团结 据以色列时报21号的报道 埃尔多安此前在讲到哈利亚将会到访的时候 就直言对巴勒斯坦的支持 埃尔多安就说 只要埃尔多安是活着 他将会继续捍卫巴勒斯坦的斗争 就为压迫的巴勒斯坦人们发声 报道称 在这一次会议之中 埃尔多安就跟哈利亚说 近期伊朗与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局势 是不应该对加沙局势带来影响 各方应是继续关注加沙的局势 埃尔多安就说 他相信以色列最终将会面对 逼迫害巴勒斯坦人的后果 哈利亚则呼吁 在以色列对加沙的战争结束之后 建立一个民族团结政府来管理加沙 当地时间的20号 哈利亚就说哈马斯并不坚持成为加沙行政管理的唯一权威 但是哈马斯是巴勒斯坦人民的一部分 可以建立民族团结的政府 哈马斯是不会允许加沙地带 约旦河西岸或者两地 受到以色列或其他任何人的监管 另外以色列国土部21号的报道就说 哈马斯两名高级的官员否认了 有关哈马斯领导层 正是考虑离开卡塔尔 前往另外一个国家的报道 《华尔加日报》此前就报道说 哈马斯的领导层 正是考虑要离开卡塔尔 因为他们担心有关释放以色列人质的谈判 是缺乏进展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就说到 哈马斯领导人认为 谈判可能会持续几个月 这样是会危及哈马斯与卡塔尔的密切关系 卡塔尔是哈马斯与以色列 平火谈判的调停人 哈马斯据称已经与该地区 至少两个国家 包括阿曼进行了接触 询问他们是不是愿意给哈马斯总部 迁往这些国家的首都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1日的报道说 卡塔尔政府在不久前 刚表态称 将会重新评估 他们作为哈马斯 和以色列政权之间 调解人的角色 哈利亚的访问是在卡塔尔表态不久之后进行的 这样就为土耳其成为冲突调解提供了可能性 这也是土耳其长期以来寻求的角色 沙特阿拉伯新闻21日的报道说 阿尔多安与哈利亚举行会议 引发了有关土耳其试图为新一轮巴尔冲突发挥更大调解作用的辩论 英国迪利奥情报公司负责人 皮科利分析说 这次会面是埃尔多安在最近土耳其地方选举失利之后 试图将自己重新定位为巴勒斯坦可靠的捍卫者 以平息国内对他的不满 皮科利认为哈利亚的访问是不太可能 令土耳其对以色列采取任何具体的行动 皮科利还说 接待哈马斯领导人可能会强化西方对土耳其的印象 即是土耳其空其量只是一个交易的伙伴 而不是盟友 伊朗路易新闻网21日也引述分析人士的说话 阿尔多安对以色列政府官员的严厉言辞 也会令土耳其在新一轮巴尔冲突中扮演调解人的角色会变得复杂 另外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0号的报道说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当日表示 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将会重新考虑与美国的关系 以保护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和巴勒斯坦的事业 阿巴斯在专访之中表示 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关于巴勒斯坦申请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的决议草案 这样是对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的公然侵犯 亦都是对国际社会议员的挑战 阿巴斯强调 美国对地区局势恶化是负有责任 如果巴勒斯坦问题得不到解决 中东地区就不会稳定 阿巴斯还说 我们将会制定一项新的战略 遵从巴勒斯坦自己的议程 而不是美国的愿景或者是地区的议程 美国Axios网站21日就说 阿巴斯讲话的实际影响现在还未清楚 但这一次是阿巴斯自拜登上任以来 对美国政策提出的最严厉的一次批评 好 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的收看 多谢